從15號開始 臨在嘉義縣太保市 可以看到這座大型稻草 迷根原本要丟棄的稻草 變成孩子的遊樂園 迷根裡有用稻草 做成的裝置藝術 也將焚燒稻草 對環境的破壞做成看板 希望扭轉民眾觀念 傳統上農民會將稻草焚燒 作為肥料 但現在農業技術進步 施肥有了更簡單 與環保的方法 而焚燒稻草 現在已經有法可罰 依照現有空氣污染 環智華焚燒稻草將備除 五千塊錢以上 十萬塊錢以下的法環 藉由遊戲宣導稻草新用途 打造環保農業循環 再利用的新面貌 大新五一份年新號 再次報導